好了这样啊 无论从哪个方向 都能取出来一桶水 也就是说咱们有无限的水啊 石头呢 石头还得等一会儿 把这边的路扩充一下 完成了 杨氏刷石剂1.0 注入灵魂 现在只需要把中间这个方块破坏掉 怎么回事 怎么石头在这里生成的 你行不行啊杨 照这样下去 水都要把岩浆浇灭了 哦我懂了 是这边的水源太多了 水流过大 只需要把岩浆往后退一个 就像这样 杨氏刷石剂1.0 plus 启动 这次一定没有问题 要不我来 等等等等 我明白了 水流还是过大了 再退一个 杨氏刷石剂1.0 plus 看到没有 我就说这一次 哎杨太郎啊 有时候呢 一个人的天赋 在他出生的时候 就决定了他做不了某些事情 你啊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个战士吧 这些东西 你的小脑瓜子搞不明白的 奇了怪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按道理说都这么远了 应该能成功才对啊 哎等等 我知道了 我把它放上面一个 不就不会被熄灭了吧 哎呀我真是个天才 我还不信水 还能往高处流不成 哎呦 哎呦 烫烫烫烫烫烫烫 你想把这一片都烧了吗 阿杨 不行 还得优化一下 我把环境都堵住不就行了吗 哇 真的成功了 那当然 以后请教我 屠龙科学家 可是 你要怎么收集这些 被岩浆盖住的石头呢 把岩浆收起来不就行了吗 哇 哎呀 你真是个天才呀 以后呢 咱们只要每日在 收集石头之前 把岩浆收起来 然后再把岩浆盖下去 就可以了 一点都不麻烦呢 我怎么感觉 你这话里带刺呢 不过这样确实太麻烦了 还得优化一下 先收集点 好了小月 我又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算了吧阿杨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地方也还不错 至少 夜景比较好看不是 哎呀 你相信我 只要在水源旁边挖个洞 水就会自然的往洞里面流 利用这一原理 制作四个一样的水料 然后把岩浆往中间一放 哇 它就变成了黑药石 精彩绝伦 算了算了 还是做个最简单的吧 哎 阿杨啊 回头再找找问题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这个总不会出问题了吧 我的世界最简单的刷石剑 只需要一桶水和一桶岩浆 只是 这个效率太差了 先用着吧 回头我再研究一下 终于有了阿杨 这次是真的无限石头了 这只是你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呀 阿杨